原秀莹老先生带领民众体验剪纸艺术 中心社中心望福州1月12日店 记者林春姨 窗花浅诸招财富 闭上画骨镇鬼神 1月12日 国家机飞移传承人 中华小女原秀莹大师剪纸作品 传承赶在福州三房七线郎官向32号举行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中心社 此次活动由浙荣县文体和旅游局主办 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和浙荣县袁秀莹剪纸艺术馆协办 浙荣县文化馆和福州简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中国剪纸2009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而作为世界非一之一的涉容简直 堪称文化瑰宝目前福建省仅有两名国家即非一简直传承人 90多岁高龄的袁秀莹 即为之一袁秀莹 回顾自己12岁开始分祖母学简直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的作品机走向国际 在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贪战或参赛屡获殊 国家领导人曾亲笔提写中华侨女称号勉励她 2009年她成为国家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次展览 展出袁秀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 68幅一改过去简直一动植物题材为主的作法 在创作中融入大量的故事情节 使其更为生动作品 既有北方简直的古朴浑厚 又有南方简直的婉约和细腻 是袁秀莹心灵世界的记录和人生感悟的解读 主办方认为 袁秀莹大胆采用了潜浮雕技术 创新使用镜矿装表简直目前 袁秀莹的简直作品已推出镜矿类 金装本 屏风 贺卡等系列100多个品种 这些突破使得这种简直顺利地迈向产业化 在80多年的简直生涯中 袁秀莹收徒慎重 先后教导出一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三位省级工艺美术名人 和三位简直艺术省级传承人